联合国气候峰会在杜拜揭开序幕 此季基金会与气候专家派出代表与会 全球大单身时代 独生一个人也能够快乐精彩 日本的三名阿嬷各自优雅 历史惊天走过风灾泥泞 一张单程的机票推供以功代阵 代表了不成功不延退的决心 您好 欢迎收看11月30号 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刘芳宇 COPA28联合国气候大会 今年选定在沙漠王国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举行 总计有200多国的领袖 以及各界代表超过7万人 共聚到杜拜参加 此季基金会以及台湾的专业人士 也派出代表团 包含了彭启明博士会议丰厚的气象底蕴 投入这一场全球盘点大会 此季也以观察员的身份 汇整了科学 医学以及磁济学专家 来参与会议 论坛以及文化交流 就要先把时间交给气象专家 彭启明博士 他仍风尘步步刚抵达了 杜拜的世博城市 要介绍今年的亮点给大家 一个专门的蓝区 蓝色的蓝 可是要有特殊的身份才进得去 这次的COP28的会议呢 是在这个阿联酋它的杜拜举行 那这个是第28次的这个大会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在所谓的蓝区 蓝区就是所谓的必须要有这个证 那个证通常都是国家的谈判代表 等的参与的 或是像实际的这样的NGO 另外一个呢是在绿区 绿区呢是指了大众都可以去 那这次的会议呢 预期大概会有7万人次 这个是有史以来 7万人次会议里面最多次的一个人 为什么这次会议那么重要 事实上会议呢 在这次的主办方 它有几个四大的重点 第一个呢 是要加速所谓的能源的转型 也就是赶快进到新的能源 再生能源等等 第二个呢 就是要有更好的气候融资 因为做这些事情 都要有财务的机制来做一个配合 特别是绿色金融的转换 那第三个呢 就是它这次很不一样的 就是把这种所谓的人类 生命跟自然 甚至我们未来的生计 放在这个气候谈判的核心里面 这个就是有一点宗教的 核心的哲学的概念在里面 那我是觉得 非常受到很大的一个瞩目 最后一个呢 就是必须要有更包容的参与 所以这次为什么会有 加近7万人 它鼓励大家都可以来谈 所以它在今年当中 就有很多的一个会议在进行 当然啦 也有人说这次的会议是一个 金钱石油 还有战争 还有排放 整个大的阴影之下 很难有什么结果 但是呢 我觉得还有时间 未来的12天 我们就持续的拭目以待 好我们谢谢彭博士 来自于现场的专业剖析 的确他刚刚也剧透了 今年的核心价值 要做全球的盘点 而常年关注气候环保 那名的天主教宗方济各 虽然最后一刻因为本身健康问题 没有办法亲自参与 但已经凝聚了各地的宗教组织共识 愿意尽奋心力 而跨宗教合作也早在11月初 就有了共同的声明 称作对于地球复苏的信仰 这也是气候大会 头一回设置了实质的信仰馆 重视各个宗教组织 对于气候变迁的努力 慈基代表也会在这个主场馆里头 举办各种的跨宗教 周边活动以及对话 而刚刚彭博士所提到的 COP28最大主轴 就是全球盘点 因为今年是继巴黎气候协定之后 首次要检讨各国减排的成绩单 五大面向最核心 就是要温室气体减量 减缓调适对于地球的伤害 而金融指的是已开发国家 2009年本来就承诺的气候资金 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到位 往往是碳排量比较少的弱国 承受了更大的气候苦果 所以损失指的是排放大国 要承担起损害的成本 提供相关的技术还有资金 而最后的应变就是要改变 既然气候变迁是铁证一般的事实 那么就要正视它面对它 进行产业面的转型 例如石油煤炭工人该要何去何从 气候大会也强调 每个国家地区要各自努力 像是香港也要实行限速令了 包括餐厅店家明年4月开始 禁止使用所有一次性的塑胶餐具 再看看我们您或许也是有功之人之一 只要您是自备环保杯 买咖啡买珍奶省五元 您也是有功之人 推行了一年以来 使用率已经达到了16%了 等于成长了2.6倍 不过也有施展不开来的地方 也就是民众还是不习惯 向店家租借循环杯 上午以来使用率少于1% 走进咖啡店 没带环保杯也不用烦恼 只要下载APP扫描QR Code 就能轻松满足咖啡饮 而且零罪恶 其实可以慢慢去改变 但是你如果那间铺头是真的有得去 我回收回餐给他的话 我是OK 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好像我来咖啡店 这里喝都是借杯 都已经知道有借杯之后 我没有再用过去那些 胶杯子杯的 明年四月地球日 香港禁宿令第一阶段即将生效 在两万八千多间餐厅内用 将不再提供任何塑胶餐具 外带也只提供塑胶碗和杯子 刀叉汤匙等难以回收的塑胶餐具 一律不提供 塑胶垃圾泛滥有多严重 实际走一遭东北海岸 浸摊四小时的成果 重大约140公斤 其中就包括三千多个塑胶品官 跟我们日常生活 比较多积气行为相关的垃圾 其实数量一路继续 依然都是不少的 可能是膠樽 餐盒 餐具 胶袋 胶杯 饮馆 这些垃圾一直保持着 其实都是香港海边常见的垃圾 2021年 港府平均每天要处理 2331吨的塑胶垃圾 相当于近70头 成年做头精的重量 目前多达13座掩埋厂已经爆满 另外三座 预计也只能撑到2030年底 积气是一个问题 就算你是用不同的物料都好 其实你本身都是用了一些 珍贵的资源 拿它可能用一些很短时间的利用 可能只不过是 我们吃一餐饭半个钟 15分钟喝一杯东西 那我们就将它放在环境上 我们要去检讨的是 如何可以令到我们整个社会 可以用少一些积气的东西 随用随抛的便利性 让人类养出万年塑胶怪兽 环保人士也呼吁向台湾取经 店家提供五元优惠折价后 自带环保杯的比例 从6%提高到16% 显示宣导和实质奖励 双管齐下 方能让环保逐渐升华 大爱新闻 江玉挺编译 好 香港是从塑胶污染的源头 寻求改变 而排碳大户航空业 也有英国的维珍航空公司 走在前头 它是独占凹头 让一架百分之百 使用永续航空燃料的客机 它使用的是废油燃料 已经从伦敦飞抵了纽约的机场 创下人类航空史上 崭新的环保里程备 客机百分之百使用 永续航空燃料 29号英国维珍航空完成创举 成功从英国伦敦飞抵 美国纽约 航程达5500多公里 证明永续航空燃料的可行性 布兰森表示 此举是为了证明这是做得到的 一旦如此市场就会投入 研发永续航空燃料的产业 并希望借此大幅减少航运业 百分之七十的碳排量 我认为这是一旦一旦一旦 我们已经展示了 世界上游泳汽车的 轻航空燃料 都会制作得到 健康的方式 所以有100至150次 需要到10%增加 油油的价格上升 是可以的 我们必须要分享 航空和客户 公司和航空 缓缓抵达纽约机场 航空业占全球总碳排量 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 维珍航空CEO 不会言 从废弃食用油 植物油等提炼的 永续航空燃料 成本是传统燃油的 两到四倍 也是让市场 却步和供应吃紧的主因 由于难以一步登天 立即全面转用 永续航空燃料 目前已有喷射机 试图将传统航空燃油 混入百分之五十的 永续航空燃料 但需先进行基础测试 成功后才能从各国 主管机关取得飞行许可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 日本上个月 刚诞生了一座 最年轻的岛屿 是位于小丽园群岛的外海 由于火山持续的喷发活动 现在这座年轻岛屿的面积 也跟着扩大了 已经又长大了五十公尺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影片 就拍到了 岛屿不断地喷发出 大量的浓烟 喷发高度 已经达到了两百公尺 火山岛的面积 东西的部分 其实长度是不变的 不过南北的部分 则是扩大了五十公尺 已经达到了四百五十公尺了 根据NHK的报道 他们是访问到火山专家表示 这种持续性的火山活动 含有岩浆 可能会形成新的陆地 下段新闻要与您分享 带您到台北 故宫对面的一个社区 叫做至善天下 很多人或许想不到 这一个位于台北市 第一代的豪宅 也抵不过岁月风霜 因为他们位于地下室的 资源回收处也变得比较杂乱了 现在却因为有心人的投入 翻转成了环保的清静地 休息一下再带您回到新闻现场 什么是圣食 因为脉象不佳 标签过期等理由 从货架上被淘汰的 或是买太多来不及吃掉 而丢弃的都算是圣食 也就是说 圣食是可以吃 却被浪费掉的食物 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调查 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 高达13亿吨 足以为保目前全球 8亿4200万挨饿人口的 两倍以上 在台湾 每年便利商店 量饭店和超级市场 浪费掉的圣食金额 超过38亿元 换算成营养午餐的餐费 可以让34万名弱势家庭的孩子 吃上一整年 为了减少食物浪费 台湾行之有年的 厨余回收制度 甚至还细分养猪厨余 和堆肥厨余 圣食在台湾 仿佛有了第二春的好归宿 让我们在丢弃食物时 少了一些罪恶感 我们刚开始 这是隔夜的面包 我们就丢了下场 给人家用的话 你会感觉说 就是物尽其用 没有那么浪费 毕竟还是可以吃 饼包 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所以我自己也就是说 看到我成立了 才变成一个超级市场的 食物浪 我们确实丢掉许多食物 外观不够完美的食物 卖不掉的过期食物 消费者吃不完的食物 在我们眼中 失去价值而丢弃的食物 对某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来说 却是赖以为生的美味真修 这些摊商 他们不管卖鱼卖肉卖菜卖水果等等 那在他们这个食材 就是说不要说一直卖到它 不能卖了然后丢掉 那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在那个食材还堪用的情况下 能够捐出来 给我们物封在地的社区扮演协会 来把它喷煮 之后然后给公餐给当地的老人家吃 不较不出力的叫他们老人家 那些人也很有爱心 他就都老人家 真正的东西我也优先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 利用而是把它浪费掉了 那就是真的是浪费 尤其台湾这一块的爱心浪费 跟食物浪费这一块 是非常严重 其实社区化 向外募集剩下的食材 做成了饭菜 供弱势的独居老人温饱 利用盛食温冷了人心 也找回了食物最原始的价值 食物是许多人辛苦生产出来的 更遑论世界的某个角落 还有许多人正在缺粮无法温饱 了解食物的来源与珍贵 培养珍惜食物的心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日本是一个严谨又有多重仪式感的国家 从出生到死后有很多的庆祝活动 成年之后不只要为就业做准备 连结婚离婚都要超前部署 也衍生出了很多名词 好比婚活意思是为结婚而活 参加各种联谊 寻命条件匹配的终身伴侣 而离活就是要为离婚做准备 还有中活是提前为老年生活 以及身后事做好规划 而对于更多的日本人来说 现在更重要的是 一个人也要活得好 因为不想结婚 不想生小孩 或是老年丧偶 孤独终老 也要活得自在 这三位日本阿嬷 老后的人生精彩可奇 88岁的她 是一名网红的YouTuber 在镜头前做料理 做花技 都展现出了多两美质子的品味优雅 还有89岁的大齐脖子 她很会用3C 一开始只是因为独居太寂寞了 想要与住国外的女儿联系 没想到打开了一扇窗 现在不孤单了 还是南韩天团BTS的铁粉 还有畅销作家 77岁的美金子阿嬷 到现在都还在斜杠工作 她出书 每周还会外出打工三天 他们都在向世人证明 老了不可怕 活着真好 不论是开火下厨自己煮三餐 还是悠闲地修剪花草 今年88岁独居的多两美质子 对于日常生活的每个时刻 似乎都很享受当下 她一个人生活举手投足之间 散发着优雅与朝气 三年前孙子帮阿嬷在YouTube上开个人频道 记录日常生活 频道超过16万人订阅 多两美质子在65岁报名烹饪学校 取得厨师证照 80岁时因为不想再弄丢耳环 决定穿耳洞 多两美质子看似简单的生活哲学 实际上就是她对一切事物都抱持不放弃 想挑战的信念 在日本像多两美质子一样的高龄乐活阿嬷 还有这一位 谁说年纪大就应该低调生活 91岁独居的银法阿嬷 大琪博子 推特的粉丝多达20万人 一开始是为了与住在国外的女儿方便联系 后来她发现在推特上与粉丝互动 还能降低孤独感 年纪大想自在生活 或许不用大笔养老金 就有一位77岁的阿嬷美金子 靠年金与每周三天的打工 收入大约新台币一万八 还出书分享秘诀 每个人都会以差不多的方式变老 但如果带着乐活心态 变老也可以很美好 大新闻总和编译 人生价值也在于付出 这是一个在台北故宫对面的 至善天下社区 或许很多人知道 它是台湾第一代的豪宅 吸引着社会名流入住 不过乌林久了 包括社区地下室的厨余冷藏柜 也跟着变老旧 成了老鼠蟑螂群聚的运动场 住户是避之唯恐不及 而回收区也脏乱到 总是被清洁队高度关切 让它改变的是住户 也是慈激至公卫锦尼 轻力轻微花了超过一年时间 让原本的闲物设施 变成了井然有序 成了人人都敢靠近 回收分类的环保点 卫三姐 卫四姐她来了以后 对不对 把它整理得很好 获得最高荣誉赞美 背后灵魂人物 她72岁的魏锦尼 小心啊 小心啊 对啊 神实又神力 来 来 车拖去 师兄大家早有年纪 我就自己想说 师兄 那我们这是不是来设计 有轮子可以推 对 现在我今天没有 就是那个书妹家要用 用到早上没有 早上就要我们一把早 这一半有没有 以前都是围起来的 然后就放厨余 又脏又臭 有老鼠 有蟑螂 乱七八糟的 早期差不多28年了 设计的冷藏柜 其实空间这么大 其实下面都是蟑螂 老鼠 七喜的运动场 承担社区环保委员 他扛起一切 打造出至善天下 焕然一新的社区环保店 现在弄起来比较干净一点 比较好整理 因为轮子垫高了以后 就没有蟑螂跟老鼠 一星期满满两大车的量 承载着200多户的清净家园 我为了这个社区 真的是汇土并变净土 大约新闻消失节 还有这么一群有心人 也当了一回空中飞人 到了台湾 签与慈济海外培训委员 辞呈精神研习会 是来自于全球19个国家地区 355位的学员 汇聚花莲靖思堂 五天的时间要静静共修 共善共好 海外家人回到新陵故乡 19个国家 355位学员齐聚花莲 五天课程深入了解 慈祭宗门 我们回来寿政 我想也经过见习 培训寿政 那这个寿政 不是毕业 它是行菩萨道的开端 传递善知识 文法无隔阂 事先做好功课 翻译团队承担重责大任 一边听上人的开示 一边再参考 阅文这部分的一些法师 他们有翻译过的一些书语 然后再来做一个结合 经过8年 78年的时间 已经慢慢的熟练了 回到你们的社区 要记得 带回上人的祝福 在菩萨道上 伏会双修 将弘法立生的精神 带回各自的国家 因为我是家庭祖父 回去可能就是 可以在这方面 就帮助 就是在家的那些家庭祖父 像我这样的 就一起来做慈祭 因为其实是做得到的 我会让他们知道 其实在慈祭 在做一些三世 不一定要说是 要有很多钱 很多时间 或者是要很厉害的人 才能做 其实像我们这样平凡的人 用就很平常的心态 来做自己 其实已经有很欢喜了 大海新闻 黄瑞娟 邓明宜 华联报导 国际焦点 俄乌之战 战争的万一效应 欧洲各国 人人自为 芬兰这个月 已经陆续宣布 关闭与俄罗斯接壤的 七个过境点 也就是画面中 你看到这个边界的 七个叉叉 而最新消息 是最后一个 位于芬兰最北边的 过境点叫做拉雅 幽蟹皮 也要关闭了 我们在专业 观察这个情况 我们也会听到 从另一边的 所以在俄罗斯的 什么情况下 当然是在俄罗斯的 我们会认识 如何进行 以及如果我们 需要延伸的 计划 芬兰外长表示 会议关闭边境 主要原因是担心 俄罗斯利用 移民作为混合攻击 破坏北欧稳定 加萨走廊 目前持续的休战 但不平安的氛围 却没有办法消散 世卫警告 加萨早就是 儿童炼狱了 还会进一步的升级 因为各种传染病 腹泻病例 快速增加 已经是正常值的 100倍以上 死于疾病的人 恐怕会超越 死于被炮火轰炸的人 好几个水桶 直接摆在地上 共用一条水管装水 在加萨停战期间 民众排队取水的景象 随处可见 但就算拿到水 能不能安心喝下肚 还是一大问题 加萨当地环境恶劣 缺水缺燃料 造成的卫生问题 越阔越大 道路上堆满垃圾 洗好的衣服 就晾在污水旁边 还有孩童 露天用水盆 冲洗器具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加萨孩童传染病例 正在快速上升 截至11月初 五岁以上腹泻病例 增加到一般水平的 一百倍以上 如果医疗卫生系统 不恢复运作 疾病将比炸弹更夺命 世卫组织统计 当地避难所挤满人潮 目前已经容纳 多达一百三十万人 冲突超过七个星期以来 加萨已经有 十一万一千名 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 两万四千名 疲诊病例 和一万两千名 戒疮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加萨人们饥饿 变得更加虚弱 因此更容易生病 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 必须持续且大规模 向加萨运送粮食 否则接下来 很可能会陷入饥荒 台新闻 张力编译 下段新闻要带您 共同回顾为何打扫自己的家 还有钱能领 这是慈祭十年前 在菲律宾海燕风灾之后 推供的以工代证 休息一下再回到新闻现场 突然说 突然素不是吃花洗而已 开口洞时无不适法 吃也是一样 若能吃出道理 改变生态 就是功德 相信总结后 所以下次更理想 你从老过 etme nez顶天 绝食计划罢 电视运送股 א过 announcing 开心 我很喜欢 萌苗要打电话 谢谢 微笑 地球共同的语言 营养不足或营养过剩 都称之为营养不良 偏食 挑食 或摄取过多的脂肪与糖类 都会使体内缺乏适当的营养素 对健康产生威胁 会剩食通常都是挑食所造成 我们在配打的量 就都先打小朋友 就是大概他的一个需求量 点餐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 你这样子点会不会太多了 对 然后他们一开始就可以选 比如说他只要三分之二面 他只要一半的面量等等 就是他刚开始就可以选择 他要减量 根据环保署统计 台湾一年回收的厨余量 约65万公吨 而被当作垃圾丢弃的厨余 一年更可能高达200万吨 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做好厨余回收 不仅可以减少垃圾量 更可以借由厨余再利用 让剩食再回到餐桌 处理家中厨余就是这么简单 一键按下经过24小时再打开盖子 就变成这咖啡色的肥料 在家里面就开始做厨余的一个处理 自己产生出来的肥份 自己还有种菜 这样子的话菜还可以回到餐桌上面 餐桌上面之后变成厨余之后 又回到肥料 这样子一直一直的一个循环 根据台大公布的统计数字 台湾每年损耗的食材量 约368万吨 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58公斤的食材 高居亚洲第一 每样农产品都是农民的辛苦结晶 要爱护农业 滋养大地 首先不要浪费食物 从日常生活开始做起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新一波的东北季风南下 接下来的几天都会是阴雨绵绵 气温也会下滑 至于冷空气影响我们最明显的 会是哪几天呢 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周灵秀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北台湾天灰灰有点冷 今天一早东北季风就增强了 在北部还有东北部开始转凉 因封面的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 基隆北海岸都有一点下雨 不过也因为水气偏多 辐射冷却减弱 今天清晨最低温都还有16到17度 今天白天在北台湾只有21度左右 到明天会更有感 明天到星期六会持续受到 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影响 到了星期天它就会减弱 但是最近真的是东北季风一波接一波 在短暂的空档之后 下星期二又会有另外一波的 东北季风增强会一路影响到下星期四 看到温度方面 明天还有后天 北台湾会比今天再冷一点 高温只剩下18到19度 尤其在星期六的清晨会最有感 低温15到16度 而且局部可能会再低个一两度 星期天还有下星期一 温度会稍微回升 到了下星期二又会再有一波降温 这一波东北季风的水气偏多 所以看到迎风面的降雨 明天还是会持续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北部 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 明天还会有一点中层水气的影响 所以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也会下一点雨 星期天还有下星期一的东北季风减弱 但是中层水气会更多 所以雨区还是会偏大 包括了北部 东半部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都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到了下星期二 东北季风增强 会把附近的水气再带下来 迎风面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到了下星期三次才会转干 东北风增强 还有注意强风特曝 看到黄色线条框起来的范围 包括了桃园到台南 横春半岛的沿海空旺地区 还有外岛地区都容易会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基隆 北海岸还有台东的风也都会比较大 都要多加小心 生活法罗密抓气象重点 明天北台湾还会继续降温 白天也只有18到19度 凉凉冷冷 迎风便的雨还是会偏多 出门都要记得带伞 还有沿海风浪都变大了 注意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在高雄还有屏东 虽然天气还不错 但是空气品质不太好 来到橘色提醒 郭敏族要尽量少在户外做剧烈运动 接下来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天各地的气象 历史今天 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此际足迹 回顾10年前2013年的尾声 墙台海燕横扫菲律宾 狂风奏雨之后 整座城市陷入死急 只剩下了倒塌的房屋 冲垮的防射 还有人们的哭泣 另外还有一大片 弥漫在空中腐败的味道 因为有超过6000人死亡 这是灾后翻天覆地的中部城市独鲁湾 毁坏程度让政府一定有考虑 不如废弃掉这座城吧 可是一旦弃手等于抹杀掉了 对于当地世世代代的连结 于是慈禁人想着 不如就努力拼命地试试看 试着把家园给救回来 志工抱着于公移山的精神 规划了以公代证 邀请灾民来清扫 不过一开始灾民以为遇上了诈骗 怎么可能让我们打扫自己的家 还可以领钱 所以一开始参加的人真的很少 不过当第一天以公代证结束之后 大家看到真的领到钱了 而且更讶异的是自己给的工资 一天500块钱几乎是当地基本工资的两倍 于是灾民们口耳相传 以公代证是真的 结果第二天第三天 来的人越来越多 原本狼狈不堪的灾区 也逐渐清理出了一个样貌 而另一条动线就更重要了 就是清扫出来的垃圾 还有庞大飞机物 总要有人运走吧 慈禧志工杨国英就扮演着关键角色 使他调度了大型的机具 让震灾进度 飞快向前 上人心中满怀感恩 大家应该也记得 在海燕台湖的时候 满街都是垃圾 建筑物倒塌的 满目藏意 这个时候需要的重机器 要三条怪旧推投机 要从哪里来啊 国英他在玛丽拉调动 很多的这些器材 重器械 用很大很大的床 这样的运倒 因为有慈禧 让这样的城市又附建起来 这是靠他们 那有威松 郭英跟万磊 他们 所有的慈禧人 都通通 透露拉 上人如鼠家珍 这些贴身弟子 无论是杨国英 李伟松 或是蔡万磊 赈灾团的每一位成员 都是带着谦卑 真诚的心 跟着灾民 重建家园 他们当时是从 马尼拉到了独鲁湾 也都只买了一张 单程机票 心中盘算着 没有清扫完 绝对不离开 让我们共同回顾 这一关坎坷又动人的历史 2013年11月30号 海燕风灾 慈激池源 由菲律宾吉日志工 杨国英 向实业家友人 秦商 无偿借用沙石车 大型山猫 及一刮土机 经由海运送抵 独鲁湾 这趟船开了多久 17个小时 朋友是矿山 所以跟他们接 他们现在是当季 所以就可以借我们用 我只是在做大家的厚度 重型机具加入海燕颱风 在区清理工作 在此季动员 已公待正的19天里 发挥莫大功效 让独鲁湾恢复势容 速度这么快 我们也没有想象会这么快 但是就是 就是以我们很真诚的心 来对待他们 我们来的时候 就是买那个单程票 来要做完才回去 另外由台湾运送三台 工研院及水利署 研发的Q-Water净水器 由工研院三名工程人员 及志工协力组装完成 10月1号通过水质检测后 提供灾民使用 那像我们设备在搬运的时候 他们人就是自己跑过来搬 我在接水管的时候 工具有限 接不好 那个水就喷得到肉丝 所以怎么说 就是当地的民众就跑来一起帮忙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高兴 风灾后 慈祭也圆建了独鲁湾的圣鹰教堂 每一年教堂举办风灾纪念明撒的时候 慈祭人都会参与 今年是海燕十周年 圣鹰教堂特别设立了纪念碑 感念慈祭十年来的陪伴 神父的一席话 也为故事下了注解 以上就是历史今天 海燕风灾十周年 已公待证 与过去再次相遇成语情 而其实慈祭志工都是自掏腰包的 前往海外震灾 难免自己也会有病痛的时候 慈祭现在也携手了科技公司 开发出了一个全球慈祭医疗服务平台 线上会有医疗人员及时为志工问诊 也能够帮忙埋合到底灾区里头 哪里有医院 能够进一步做诊疗和开药 远在国外突然身体不适 医师透过赖及时诊断 慈祭洗手科技公司 合作全球慈祭医疗服务平台 透过海外市区诊疗的SIMTA 期许未来帮助志工海外震灾 解决异乡看病的不便 上面有紧急的医疗护理师 可以先协助说 你这个症状 那我帮你安排 我们目前慈祭在线上的医疗人员 可以协助 然后给你一个正确的指引 那当地的医疗院所 如果有我们合作的医院 那也可以到当地去 比如说他做一些抽血 或是取药 2023台湾医疗科技展 选在南港展览馆 开始为期四天的展览 花莲慈禁医院展出许多研究成果 像是退坏性关节炎 使用脂肪兼殖干细胞 治疗效果更好 那用这个脂肪胶来做注射治疗 因为它还有很多的兼殖的干细胞 那它还有很多的生长因子 同时可以帮忙 所以从文献上面可以看到出来 它可以帮助我们血管作为生成 另外除了兼殖干细胞 目前研究认为 外密体勇望成为新的治疗利器 它可以告诉下面受损的细胞 其实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它可以促进软骨的胸骨 然后促进软骨的愈合 它可以促进细胞的增生 然后降低疼痛 降低发炎脂肪 今年度台湾医疗科技展 共超过650个国内外厂商 2300个摊位 大展医疗业的坚强实力 更让世界看见台湾 大爱新闻 周末如巡航 田志忠台北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业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普提 我是刘芳瑜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